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今天会interview一个不错的项目 那这个项目叫做Bitverse 那这个项目方Melvin本身在台湾也是一个 从传统金融出来的分析师之外 那他从最早2014,2015年,2016年 就开始做比特币挖矿 所以等于是我们矿圈的大佬之外 那也是我们币圈出身 那所以整个现在他现在目前为止在台湾 也跟傅西汉老师合作做了一个 这个NFT 那NFT的话 那我们这边跟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NFT后面的状况 以及背景 以及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们待会就来访问 这个Melvin 我们就开始 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欢迎Melvin加入我们 Hello Hello,Hi,Peter Peter哥好 你好,你好 最近都好吗 很忙啊 因为下礼拜要公售Public Sale 所以最近很忙,事情好多 不错 不错 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 可以使到Mamon加入我们的频道 跟我们来讲一下 手上现在目前为止 在筹备的这个项目以及计划 以及未来发展的整个蓝图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稍微来聊一聊 Melvin 你方不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最早 你是怎么样加入我们图圈或是币圈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我本身在金融业十几年 我有台湾的证券分析师的一个执照 所以我在金融业单式 都在自营部那边帮忙做操盘 那后来我有创办了一间公司 是专门在做外汇的投资教学 叫外汇投资圣杯 那后来就有很多的学员来问我 关于比特币的事情 那个时候是2014 但是那个时候我错过 因为我那时候觉得 一个正统分析师金融圈出身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虚幻的 我就觉得说那个东西 不懂东西不要碰 所以那时候叫很多的客户不要碰 但到了2017年的时候 比特币大家知道又到了2万美金 那在这一次我自己觉得 分析师我被打脸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我就很认真的去想说 就算我没有去投资 我也要知道现在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比特币可以从200美金 涨到2万美金 我就去研究 那不研究还好 一研究之后 就真的就栽进了这个币圈的世界 所以后来我采取的方式 是从矿圈的方式切入 我后来就开了一个矿场 帮忙做矿机的维护跟托管 那目前大概是台湾第二大的矿场 那手上的一个矿机 大概托管台数 大概是400多台快要500台 算是台湾一个蛮有规模的一个矿场 那对于NFT这个图圈的部分 是到去年才加入 因为去年NFT开始火红 那这一次我就比较早一点加入了 因为这有上次加密货币的一个经验 我这是虽然我对这个东西 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在去年我就开始研究 所以大概在去年的下半年 开始进入了加密货币 这个NFT的一个世界这样 对啊 那我现在知道你现在手头上 现在正在发行一个新的很棒项目 那这个项目的内容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来开网站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可以啊 我们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Betaverse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特币的信仰者 所以我就取了Bit的前面 Bit跟那个元宇宙的verse Betaverse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项目里面 有个最大 你可以往下看了 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有几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因为我觉得 现在的加密货币 很多的这个NFT的一个市场 它本身的 不具备一定程度 产出收益的能力 所以我们在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挖矿出身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NFT里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是 我们把我们在矿圈的 这部分的东西融进去 所以将来我们这个 公售金额的40% 这是我们最大一个特色 40%会成立去 用我们的专业去做挖矿 那这个部分挖矿的收益 会用比特币的分式方式 每一季分融给我们的一个持有者 是那这样子我看起来 你们整个这个项目 是除了从矿场出来之外 那也是从币圈过来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目前项目本身的资金的 这些来源 以及是你们这些团队 团队的内容 团队的朋友 OK 没问题 我们的资金来源 最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从2018年就开始挖矿 所以如果不知道 各位朋友有没有在挖矿 如果你从2018 那个时候比特币 一颗才六七千美金 经过了19年跟20年的大雄市 比特币跌到3000多 以太币跌到60几 大部分的矿场 在这段时间是全部都挂掉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坚持的挖 其实累积到现在第五年 累积了五年的挖矿的一个数字 其实可以累积的比特币的数量 是蛮惊人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们大部分的资金来源 我们就来自于这五年累积 我们其实这五年里面 就坚持一件事情 我们相信牛市会重新再来 而且我相信比特币会过历史新高 2万美金一定会过 以太币1140会过 结果后来2021年 去年这个牛市 大家都有看到 但是很多在今年才进来 基本上是赚不到钱的 这两年才进来赚不到多少钱 那我已经看到我们团队这边 有建长还有团长 你可以帮我介绍你的团队成员 因为我自己的左边这个就是我们 因为我本身在金融月十来年 主要是我成立的这一个项目 也带了几个partner 一起来做这样一个东西 那刚刚我前面有提到 我们是从外汇的教学 跟金融教学出身 右边这位叫Rich 他是我们现在 圣杯团队的一个主讲 也是我们的圣杯团队CEO 他基本上已经在金融圈 交加密货币的投资 交股市外汇的投资很多年 所以他也会把这个东西 融入到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项目里面 我们项目未来 会有非常多的教学课程 把我们过去的在这十几年来 教学的课程融到我们这一次MVP里面 所以只要是我们的持有者 基本上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课程 把我们的研究室里面的讨论 还有项目的分析 跟头后的追踪都会有 主要都是以这个MVP 或者是以数位加密资产为主 加密货币还会有挖矿的 还会有DeFi跟GameFi都会有 那下面另外一个 可以往下去去看我们的团队 左边这个就是我们的技术长 然后是负责我们现在 整个挖矿的营运 因为现在我们的矿场 在台湾的矿场 基本上都比较小型规模 比较低调 它要分散成很多间 所以我目前有九个矿场 这九个矿场的整个工程部 是由Stanley在带领 他也包含是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智能合约的一个技术职长 是我们的Stanley 那另外两位像中间看到这个Takuya 他很特别 他是在艺人圈非常的红 因为他本身 他是信教基督教的教友 那台湾很多的艺人 是有一个教会 他们在议会 台湾的艺人在教会 是自己形成一个自己的group 那这位Takuya 这个我的partner就是这个教会的艺人 所以我们为什么 现在有这么多艺人朋友 在帮我们支持 目前应该算是台湾所有项目中 最多艺人支持的 已经有十几个艺人帮我们发推 发到他们的IG去做支持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Takuya他认识这部分的一个伙伴 那他在行销跟公关这边帮我们做 那另外最后一位是我们的Stan 他是我的一个 在我们比特空间长池里来伙伴 他负责的是比较是 GameFi跟DeFi的项目 他本身很会玩游戏 所以像他这一阵子 有帮忙大家去带 去研究Sandbox怎么玩 去创关 对这个都是我们在做 有些东西还是要有人带 没有人带自己去摸索 就花很多时间精神 没错 新手友善的一个社群 对那顺便我们看这个涂鸦大师 诶 慧欣汉老师 这个很有趣 他是国际的一个 台湾如果你们有加 是有各位朋友 如果有来台湾去西门町 有那个涂鸦艺术街 那边所有的涂鸦墙都是他画 他也是台湾现在华纳的御用画家 只要华纳有 对他只要在台湾上 陈一阵子出那个复仇者联盟 还有那个蝙蝠侠 类似这种 只要是这种有涂鸦的东西 基本上你在西门町看到的那十几面墙 都是这个大师画 所以我们这次重金礼聘拿出来 帮我们 他也帮过周杰伦 帮过方文山 他们画过 是 你看到这个 其实还是蛮 蛮不错 就有那种赛博庞克的味道 也比较涂鸦艺术的感觉 你看他那个里面 融入很多台湾的涂鸦艺术的文化 像你看到这个刺青 都是台湾很多很多知名的刺青师 他提供图片 提供他们的艺术品 老师联名 那这个就是涂鸦的那个工具 这刚好是老师的 因为我知道我们 Facebook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Facebook 对 我们现在台湾 我们这次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因为我大家知道 币圈大部分大家用的软体 一定是Discord跟Twitter比较多 但是我们在FB这边 我们经营的非常多的原因是因为 台湾这边现在很多币圈的人 其实人口不多 大概才六七万 我们目的是希望让飞币圈的人 能够更多来认识我们这样一个项目 但是飞币圈的人基本上是不会碰 Twitter跟Discord在台湾 FB还是大宗 所以我们把很多的经营项目 放在FB跟FB的私密社群 却有我们做得有很多的活动 像你刚才看到这个是公车广告 前两天才刚上 整个大台北地区 现在有三十几台公车在路上跑 宣传我们的东西 用手游的规格在做了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花了不少时间精神了 哦对然后这个看你看那个 Peter哥现在看到的这一篇 这个是我们这礼拜天要上 在台湾的财经频道 非凡新闻的58台 晚上6点50会有我们的一个专访 哦这边4月10号晚上6点50 对对 所以我们跑在新闻台前面 对对你比较快 对这个是这个 所以大家这个要看Peter的频道 看Peter的频道 可以看比新闻台还要前面的信息 是是是 开箱我们又看到podcast对吧 我们这个蛮多podcast的 对因为我们要希望让我们很多的一些伙伴 他们在捷运上或者是在家里没事都可以听 所以我们也把我们因为我们的直播期子内容很长 我们每一场直播准备了很多的 我们不是那种短直播 因为我们直播会讲很多的东西 包含盘式分析 项目分析 跟整个币圈的整个 或是图圈的一个整个市场概况 所以就会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我们一场直播讲下来都是快两个小时 所以这个其实要花时间去 很多内容 朋友有兴趣可以多来了解 我们把每一集都把它录到podcast上面 去可以去听 因为我们YouTube也有蛮多的哦 YouTube也蛮多的这些video在这 对其实我们项目有一个很有诚意的地方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项目到4月13下半才公售 可是我们这些内容从1月就开始录 所以你现在可以在上面看到 从1月到现在每一周不断的在直播 而且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是 每一场直播我们都会送比特币 因为对我们比特空间来讲 什么没有比特币最多 因为我们是挖矿的 比特币赶快来这边让他们送 每一场都送 下次我也来让你们送一下 可以啊 因为每一场就几十个一样百人 蛮有听我们基本上 IG也是一直都持续都有一些文章 这边poge出来让大家看 对但IG线我们就是比较 因为它是图像式 所以我们在IG的风格 就是把它变成一张一张 对对对对 其实这样整个一目了然的方式 一目了然 对一目了然 我们每一个社群有不同的目的 目前最主要经营的还是 Discord跟FB 但是IG跟Tuitz还是有助 我发现我们Discord里面 有一些蛮有趣的内容 比如来到这个新兵训练营 你可以帮我们讲讲这里 这里就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内容 我们未来会有这几块 包含新手的教学 再来挖矿 会讲挖矿的东西 下面NFT的项目研究室 就是讲NFT的项目 GameFi讲GameFi DeFi 这几个简单来讲 跟整个投资有关的 会是我们现在最主要的 一个内容的产出 那未来这些 因为目前现在还没开始供售 未来供售之后 又必须持有我们的 这个Betaverse 才能够进到这些项目 到时候会锁起来 那这边我觉得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到时候整个风 我们发售完之后下一步的话 那大家朋友加入我们的社团之后 会有额外后面有一些后续的活动 或者是后续的好处是什么 好那跟大家说分享一下 我们最主要的东西 因为是我们定位在自己 是一个知识性的研究社群 所以未来我们会有很多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教学的课程 并没有放上去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走这个金融教学出身 会有很多操盘系列的课程 这部分就是要留给我们的holder 到时候只要是holder 才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教学的 而且会有实盘的带领 到时候我们会开实盘 直接盘 我们就直接解盘 直接带着盘做这样 因为本身我是分析师 所以我这个东西是非常擅长 明白明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还有我们 因为我们认为I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次 为什么在图的部分 应该可以有一个感觉 跟现在市面上一些主流的那种 2D像素 或者一些比较简单的 KUSO明英峰的图 其实差异很大 之所以重金礼聘 傅信翰老师出来的话 就是我们认为NLT在未来 它图本身的艺术价值 我认为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IP这一块 因为我们有很多艺人的资源 其实现在已经很多已经在谈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工作完 我们很多还在计划中 这个慢慢在未来的第三第四季 大家会看到我们的ROMAP 里面会有这些项目 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些 看到的这个手上持有的NLT 它的这种艺术很强烈 这个图家风格 我们不是只有 看起来就1万张这样 它里面是有分为七大职业 然后会有60张神卡的角色 那目前在我们的Discord里面 也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区块 在讲这个故事 我们已经讲到了第20几话了 未来这个东西一定会拍成漫画 已经有故事可以讲了 已经有故事了 我们那个圆宇宙不是只有一个大纲 我们20几话是连载的故事 大家有心里可以去看 那基本上这个东西 我们真的是把它打造成 是一个圆宇宙的一个故事 那未来这个故事 一定会用在几个地方 不是漫画就是动画 那或者是会有GameFi的一个项目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 目前GameFi 我们会持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态度 是因为现在大部分GameFi的经济体系 没有很完善 就是挖体脉 所以我们可能会等我们的IP更强烈 真的找到商业模式之后 我们GameFi的东西才会加进去 所以未来我们的路线会非常明确 就是以一个知识性为主 但是让所有的持有者 会有挖矿的东西 所以在我们的公售玩的第二季 最重要的就是挖矿 这个会把它建构起来 我们在第三季 就会进行第一次的配息 我们的比特币 就会开始做一个分润 这是我们第二季要做的事情 第三季开始会把我们的IP的故事 动画或者是漫画 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未来还会有很多跟其他大企业联名的一个东西 这部分从我们之后会慢慢的把它架构起来 可以明白明白 那你对我们的社团 或者是对我有什么问题 我跟他那里问问题 没问题 因为其实为什么会跟这次Peter哥 就是因为我之前在搜选中项目的时候 我发觉Peter哥他的项目是永远都是走在 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发那个消息 这个多惨的那个次数 现在我觉得满面样的是很多时候我讲完的项目 我才发 你老外的YouTuber怎么抄我 你最快啊 因为我都自己找 我都自己找 所以可能这个项目会走比较前面一点 第一手 那我觉得很多 我很欣赏这些会产出原创者 因为台湾其实现在台湾的币圈 很多的YouTuber在拍这个部分 很多东西就是像Peter哥讲就抄来抄去 很多YouTuber他本身没有币圈知识的概念 他就是去抄 大家觉得好的项目大家都讲 我觉得这个也没问题 这无可厚非的OK 但是就是资讯的这个叫做取得的优先性 就会要原创性 那我觉得Peter哥这边的东西 当然是有不同的渠道 或是不同的这些信息的管道 所以可能就是会比较有趣 没错 所以我会觉得跟Peter哥之后 这个社区里面会有一些互动的一些 互相的一些学习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定位在知识性的学习 那我们在台湾这边 目前我们比较少见到比较高质量的 这种B权的研究社群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含金量把它做起来 是 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在Peter哥这边常常学习 就学习这种含金量的一些分析跟报道 是 那今天也非常高兴来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到时候我们这节目这边会 发出来让大家提供 提供那个抽奖 这个 什么 什么 你有额外 你有额外要再提供吗 你有额外再提供吗 当然 当然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有免 我们这边有个 当初我们BWS在做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坚持 就是说 因为我们觉得很多台湾现在的客户 他们反映说 干白名单真的太辛苦了 因为要去很多社长会 大家注意 De Steam 就是 我们希望说让更多人能够 接触到这个 但是可以学习的方式 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时间 去而创 写文账 干白名单是一种文化 但是没有对错 对 但是有些人可能没办法 就因为这样就没办法参与 所以我们这个方式不加简单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恩论 4月13日下礼拜要发售 免费 额外的再送给大家 我们提供两位的方式 让大家免费的 谢谢 那到时候我们这边 到时候我们办活动 在下面留言 看Peter哥怎么办活动 对我们到时候再办活动 好 抽到就直接送 到时候再把Peter哥 再把钱包地址给我们 就直接就送给 Peter哥这边社群才有 就是你这边 我先代替我们社群朋友 谢谢你 0.088颗不贵 所以但是毕竟不如小博 是因为大家说拿到这个 就可以卡好人 进来跟我们一起学习 看我们的发展 是的 好那今天就非常欢迎 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这里 那我们之后我们的朋友 大家要多关注这个项目 好谢谢大家 Cheers拜拜 没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Peter哥 谢谢